一個人的價值絕對不會是因為 他那一根大筆小 絕對是這樣 我真的知道你 他是同志天才不是嗎 沒有 因為我朋友他 他就是雖然他的生理結構比較差 可是 因為他就是很暖 他很溫暖 所以女孩子其實他的女性朋友非常多 那當然他難免會因為 上了床以後 女生就離他而去 的確會有這種女生 但我覺得這非常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可以過濾掉 對 就Screen就塞掉了 這種女生不留著 留著也 你尤其在那邊浪費時間 因為每個人 你知道就是一個 就是每個人有自己要 剛好配得剛剛好 對… 有些女生他不太喜歡 或是他不喜歡 他有時候有陰影 對… 他不喜歡大 因為他的身體的結構 然後 雖然有些女生上了床 就會離開他 可是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因為就是一個很快的 就Screen掉 就結束掉… 所以我那個朋友 現在非常的幸運 他就遇到一個真的 他遇到一個真愛 就不是很在意這種Size 他也生了小孩 他也生了小孩 我很多朋友 自己嘴巴上說 他那個很大的 生不出一大堆 那我那個Size 我跟你講 男生說自己 那個很大的 這個真的是要打折扣 差不多兩折 其實外國人 特別是美國人 他是非常的介意 別人有持世語言的喔 像有一些女生 你知道有一些女生 他們會去美國生孩子 然後他就是 為什麼他們可以成功 八個月的時候 然後穿一個娃娃裝 還是可以 他到美國還是可以入關 原因是 因為美國的海關不可以 因為他可以假裝他是胖啊 然後美國的海關 不可以懷疑他 因為萬一他真的是一個胖子呢 對他不能 他不能懷疑說你是假的 人生攻擊 對 所以美國其實是一個非常建議 就是 也許他們私下會有一些 歧視別人的行為 可是在台面上 絕對不可以歧視 不可以歧視胖瘦 不可以歧視人家的性像 不可以歧視人家的性別這樣 現在最近有非常多 那種很厲害的那種 很厲害的雜誌 他們其實會啟用比較 身材比較壯碩的這個model 你看 對… 運動畫報是怎麼樣的雜誌 然後它是為了男生 它其實是個男性雜誌 通常男性雜誌不是說 女生就是身材非常的完美 然後吸引人家眼窮 可是現在開始這個運動畫報 居然就是你知道 它也開始 崇尚不同的美的價值觀 然後就是 一定要這樣啊 大家撈一下 那個你看 一直吃雞腿飯也該吃空肉飯了吧 所以其實男生有時候也是 真的會喜歡 就是身材沒有 對啊 不一樣 不一定要是那種骷髏腰的 這看起來就很溫暖 對啊 好 其實我覺得這對女生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激勵耶 因為你看其實 我每次 以我自己來講 我在台灣其實不是一個 很瘦的女生 那就是臉看起來還OK 但是其實身體肉肉的 那我就會覺得 每次大家就會你知道 尤其現在要上螢幕 他就說你不要吃胖喔 你現在今天臉是不是圓一點啊 有一次我好像就是 穿了一個比基尼的上衣 放一張照片在我的粉絲團 下面就有無聊網友 就想說 那個大腿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就回他說 可是我自己覺得高興就好 沒有 他還要上面寫說 我是為你好 我是希望你什麼更漂亮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 你到底是白不白目啊 人家都已經自己說OK了 可是你在國外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不會 對啊 對啊 國外 國外我們是穿S size這樣 我在網路上 你知道我在留言上寫說 我在美國穿S size 結果下面還有網友說 那你真的要減肥 他們覺得美國的S還是太大這樣 好 我們最後呢 要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我們如果要怎麼樣 應付歧視的言論 第一個我們要 我認為 我建議大家 老師聽聽看有沒有錯 第一個我們要明確告訴對方 就是你現在講的行為 是一個言語歧視 而且這個歧視會讓我很受傷 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要直接表達 對…不舒服的部分要直接 對 因為你如果一直內縮在裡面 其實你有時候 這對所有的事情都沒幫助這樣子 然後還有呢你要明白 這件事情 這個歧視的語言 其實有問題的是講話的人 對 不是你自己 對 你要理解這件事情 不要把它全部都往心裡去 那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聽到之後 然後知道這個事情有多不舒服之後 我們不要去歧視別人 OK 不要因為同樣的事情 或不要因為其他的 就不要再反擊 就不要反擊 然後你也不要 以後你遇到其他的狀況 就是也不要去歧視別人